映主跟他讲 没有必要那么做 你放的再多 你也不可能放得完 不如你提倡素食 这个素食如果普遍推广 那杀生的人就少了 所以就是间接的放生的 另外一个护身宣导的运动 现在放生也受到政府很多的规范 也不能随便放 过去没有规范 也是滥放 也造成很多互面的影响 放的地方不对 放下去动物还是活不了 失去放生的意义 还有放生你都要去订 订人家都要去抓 抓来卖给你放生 那鼓励人家去抓 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 这不如法 因此以后我们放生 就是要像我们敬老和尚一样 不能定期的 不能大量去买 你大量去买 那他大量去抓 那不是鼓励他去抓吗 过去早年 佛头交易基金会 当时我在那边 出家在那边 在那里呢 一半放生活动 我们买了很多 有的呢 还没有放就死了 买一些鸟 再到佛堂去做个仪式 等到去放 死了一半 买了一些人家养的 一放就死了 还有去买鸟 那次先到中南部去订 我下个月什么时候放生 你要给你买多少 那等于是交代 这些卖鸟的人 你去帮我抓 抓来卖给我 我来放 这个就不如法了 这种放生就不如法了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提倡放生 他都不能定时 不能定点 他是举出啊 你去市场 看看 不能固定一家 固定一家他知道了 你来了就是 要买去放生的嘛 他也就会去抓来等着你了 是不固定的 你看到这个动物啊 他可以生存 如果活不了 那你买了也没有意义 买一放了他就死了 他还有生命力 那可以随缘啊 这样买来放 这样放生才如法 不能定时不能定点 也不能固定一家 这样啊 放生才会如法 所以现在呢 政府这个规定啊 的确也导正 一些不如法的放生 所以我们过去看到 一卡车一卡车的意义啊 这个这个这个 买去放 结果放下去啊 死了一半啊 那个就失去啊 放生的意义 也没有达到放生 真正的目的 因此应亡主持提倡啊 多欠人素食 讲到这里啊 我有一个灵感 可以办一些 很好的素食啊 招待那个吃肉的人啊 提倡素食啊 你要把那些放生啊 那些钱啊 来做这一方面的 提倡素食 劝大家如素 大家要吃到 因为吃素也不比吃分差 而且吃素 对身体有帮助 所以要提倡这个 卢素这个运动 这应光主持提倡 那主持啊 总是啊 他的见地啊 有过人之处 超过我们一般人的地方 我们想不到的 他想到了 所以当时在上海大陆 有很多 人家建放生池啦 要买多少多少啊 全国都要建啦 那一光主持啊 他不赞成 因为你建了很多放生池 那你也没有办法防止 人家去捕抓啦 这边放那边抓啦 所以 欠人吃素 才是根本 另外啊 就是要提倡 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呢 因光主持推荐的是 安世全书 安世全书 有四件 第一件是 文昌地君 英字文广义 节路 第二件啊 是万善先知 专门讲这个杀生 互生 放生的因果 这个 欠导大家吃素啊 也才是一个根本 的方法 这才是根本 人如果不觉悟啊 那我们现在 做了这些放生啊 这是治标啦 不治本 根本还是在教育 要提倡啊 因果教育 这才是 最主要的 那么放生啊 就是 互带啊 这样来放 那看到有人放生啊 我们也可以随喜啦 自己随言随地啊 去买来放 这个是才 这样啊 才如法 这才是我们 食物上人啊 主持大德教导的 所以 放生啊 也是要 懂得这些常识 还有政府现在的 法令规章啊 这个才是正确的 一个放生 附生的态度 最重要呢 还是吃素啦 所以 所以 如数 即可培养 其慈悲心 而免杀鸡啊 杀生为了什么 为了吃啊 你不吃了 那你不会去杀了嘛 那不会杀生 那我们 就是 不断啊 培养我们慈悲心 好 我们接着看十五 修净土者 寄生西方 寄了生死 亦是 寄生成佛 那这一条啊 是讲到 修净土了 这个寄生成佛是 密宗 密宗修学的目标 是寄生成佛 寄生就是说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 父母身的这个 肉身 这个肉身啊 就成佛了 密宗啊 修成就了 就是寄生成佛 就现在这个身体 父母身给我们的身体 这个身体就成佛了 他这个寄生 就是 寄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这个身 这个寄生成佛 那么 修净土 往生西方啊 那就了生死啦 因为寄生成佛 也就是了生死 初三戒 成佛道嘛 那往生西方 也是了生死 初三戒 初离六道轮回 原成佛道 所以也是寄生成佛 这个寄生 在防念老啊 他的一些 语录当中呢 他也讲到 寄生成佛 那个身就是 往生这个身啊 那密宗讲的是 身体这个身 那么 静宗就是 寄生成佛 就是我们这一身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成佛了 这个过去啊 台中联社 他有一个小册子 就当生成就 指佛法 当生就这一身 我们来世间啊 这一身 这一辈子 这一身 我们往生到 极乐世界 信念念佛 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就是当生成就 这个佛法 那个成就成佛啦 这一身就 去做佛啦 不要等第二身 第三身啊 不用啦 这一身叫 当生成就 这个佛法 所以这个说法呢 跟这个密宗讲的 极生成佛 有这一点不同 那么印竹在这里讲 极生成佛 也是讲得通啦 那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 那我们信念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那不是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往生到极乐世界 不就成佛了吗 那也讲得通啦 所以极生成佛 极生成佛 都可以讲得通 那么这条主要也是告诉我们 修学净土法门啊 你既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生就就了啦 横叉三戒 一生圆成佛道啊 不用等到第二身第三身 因为到极乐世界 大家都无量寿了嘛 纵然你在莲花里面啊 下品下身啊 十二大劫才花开见佛 那也是极生成佛啦 他不用再去转世 再去轮回嘛 他就这一身嘛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再看下面啊 十六 人人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只能国家得富 而灾祸不其矣 讲到这个灾祸 现在全球啊 还在蔓延这个新冠状病毒 而且现在呢 又有英国的病种病毒 印度的病种病毒 还有听说啊 最近还有越南的病种病毒 最近这段时间 台湾感染这个英国 变种病毒的很多 死亡率啊 也很高 感染的人啊 越来越多 那这个是灾祸 那这个是灾祸 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 这是天灾人祸的一种 叫瘟疫 这个瘟疫啊 自古以来啊 中国外国都有 都曾经发生过 这个瘟疫 那现在呢 这个瘟疫是全球性的 不是地球性的 这个跟 2003年啊 那个SARS 这是灾点 不是典型的肺炎 比那次严重的 太多了 严重很多很多倍了 那次啊 比较属于地球性的 只有大陆 广东啊 香港啊 台湾 大陆还有某一些地区 疫情比较 严重一点 其他地区就没有了 那次 这个疫情啊 时间只有 我记得两个多月 也就结束了 那这一次啊 不一样啊 这次 这次的 新冠状病毒 疫情的传播啊 是全球性的 不分族群的 不分地区的 而且时间长 去年一整年 到今年啊 这下半年快过去了 现在还相当严重 可能要到下半年以后 才会慢慢减减减 这次这个天灾 人祸 是这个最严重 那其他呢 当然还有其他的灾祸啦 水灾啦 水灾啦 这个防虫过境 把这个粮食吃掉 这个粮食缺乏 还有气候不正常 温室效应 风灾 地震 海啸等等 这些通通属于天灾 人佛 那么天灾实在讲也都是人造成的 实在讲都是人佛 人制造出来的灾佛 不能怪天怪地 不能验天游人 人类造作不善业 感得天灾人佛 这个在佛经 在古圣先贤的经典 包括其他宗教经典 都是讲这个道理 可惜现在人不相信经典 相信科学 不相信经典 那不相信经典呢 那么这个人啊 他就不会改过 不知道自己错误在哪里 不知道这个天灾人佛 他的原因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有天灾人佛 他不知道 不懂 为什么不懂呢 因为他没有读经啊 没有读圣贤书啊 所以他不懂啊 那以为这个 这就是天灾灾祸 其实啊 这些什么地震啦 风灾啦 火灾 水灾啦 瘟疫啦 激井啦 等等这些灾难 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人类啊 贪嗔痴不断的增长 那贪嗔痴增长 那肯定 是造十二页嘛 心里贪嗔痴 那这个生就杀到瘾 口就妄言其以两十二口 造十二页 全球人类啊 造十二页的多 修食善的少 所以天灾人佛就很多了 这人类制造出来的 那人类啊 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去改过 去忏悔 那这个灾祸啊 是一波又一波啦 这个灾祸一波过去 又在制造下一波灾祸啦 那灾祸发生啊 不知道啊 还醒 改过 那总是怨天尤人 罪上加罪啊 这个不是解决根本的办法 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 全球人类啊 发展疫苗 那实在讲啊 疫苗啊 也是治标而不治本啦 暂时的控制住啦 那个疫苗啊 普遍施打 那么可以抗拒这个病毒 啊 那个疫苗啊 普遍施打啊 那么可以抗拒这个病毒 啊 那个疫情过去啦 那人类又在做什么 继继续造恶业啊 继续造恶业啊 所以这次的病毒啊 是全球性的 套一句西方宗教讲的 上帝惩罚世人 上帝在警惕世人 世人没觉悟 还是继续造恶业 不但没有反省忏悔 还变本加厉的造恶业 造十恶业 虽然这个疫苗出来 可以暂时一个控制 那控制好了之后呢 怎么办呢 继续造恶业 那继续造恶后面又有 新一波的灾难来了 所以这个疫苗 治标不治本 这人类感应来的 对泰战感应篇讲 货乎无门 为人制造 善恶制报如影随形 灾货跟福报没有门路 都是人自己找来的 制造就自己找来 自己制造出来的 那不是天给我们罚的 也不是炎罗王 处罚我们 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最好的疫苗就是改过向善 这里印竹讲的 人人存好心 你存好心 说好话 不要妄语 不要讲话 不要骗人 不要两舌 去挑拨离间 不要奇语 发言巧语 骗人 不要恶口 讲话伤人 就说好话 做好事 不要自私自利 要为大众 凡是自私自利 那就不好 为大众 利益 才是好事 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要利益 大众 利益全世界的 那这个是好事 那不是只有利益自己这个国家 利益全球每一个国家 那这个是好事 如果只有利益自己 那对别人就没有利益 那个就变成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那就不是好事 所以呢 一个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的人 人人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那这个自然 这个国家得到保护 得富 就是富国习灾 得到保护之后 灾祸不起 天灾人祸就不会 生起来了 就没有了 就化解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本疫苗 但现在大家不相信 这个因果报应 只有十本足末 不顾根本 相信科学 科学用这个方法呢 是可以暂时得到控制 但是不是解决根本的方法 这个控制下来 大家会继续造恶业 那后面不是累积 更多的灾祸吗 所以去年 这个疫情刚开始 欧洲 意大利最严重 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新闻 意大利严重到封城 那封城人都不能出来 所以意大利有一条河 平常没有雨了 那个封城之后呢 人都不能出来了 那个直升机啊 飞到上面 照下来啊 那条河 都是清净的 我姨都跑出来了 就清净了 那么这个新闻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平常这些人类啊 在做什么事情 制造污染 污染地球 破坏地球自然生态 现在有这个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的团体 我常常收到他们的信件 才知道啊 现在这个人类啊 破坏地球 污染地球 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呢 为了利 为了贪 得无厌 追求物质欲望的享受 无有之境 就拼命制造这些污染 所以这个疫情给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你看人类啊 你关起来啊 就不要 不出来 就不造这些污染的事情 不造这个恶业 让这个自然的生物啊 归完他们一个清净的生活空间 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天有同修给我讲啊 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啊 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大家想一想 现在全球的人类过的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吗 现在全球人类啊 过的生活是不正常的生活 我们不要搞错了 现在疫情的关系啊 乖乖待在家里 少赚钱啊 但是生活啊 还比较正常一点 不敢在外面啊 胡作妄为啊 你看啊 这个台北这个 这个这个 现在新北市 台北双北啊 是最严重的 人口最密集的 那个八大行业啊 现在都热令关门啊 不能营业啦 不能营业呢 就少赚恶业嘛 这个八大行业呢 不是好的行业嘛 不是少赚恶业嘛 那你这个疫情 控制下来了 大家又放出来啦 放出来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继续赚恶业 那个继续赚恶业不是正常的生活 那是不正常 正常啊 正常啊 就是要依佛经佛的 开示 经典的开示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这个才是正常的生活啦 就开吩咖会 不客气 怎么评论